馬林溫泉是位於台中郊區熱門的野溪溫泉啦 這裡元堂已經來過兩次 這次帶著我在菲律賓巴拉旺旅遊認識的新朋友們 來一趟兩天一夜的奧度之旅 帶著一群新手穿越溪水 翻越巨石 自己背著重裝 花4個小時探訪這個美麗的溫泉 這裡的溫泉池有點大氣溫度舒適 不僅周遭風景秀麗 更重要的是這裡竟然還有網路 堪稱完美 究竟這群菜腦能不能成功完成這趟旅程呢? 我們話不多說馬上出發吧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呢來到的地方就是馬林溫泉 沒錯我們第二次來了 沒錯這次我們跟著很多新朋友來 那等一下的話就馬上話不多說 因為現在已經八點半了 比我們預計完了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就趕快出發前往這個馬林溫泉 很不違和耶 這包就是你的吧? 我們要一起去旅行嗎? 那我就跟你交換包包囉 蛤? 我就跟你交換包包囉 不要 哈哈哈 現在這一團呢 大家都是十幾公斤 我覺得 還OK 除了我 胖貓咪是多少?你九嗎? 九 九 還是你初學者這樣剛剛好 可以 舒服為主 然後我的包是二十一 因為我裡面有一些湯底啊 有的沒的空拍機 有夠重 然後我覺得Lily她現在很適合 背這個包 別以為弄這招我會背你的包 呵呵呵 好 從停車場下切到溪谷 一路上除了攀升外 不一會就會抵達溪床的巨石區 對於新手來說需要小心行走 然而同時大家的心情也隨著原始地形 逐漸緊張興奮 踏過冰冷的水灘 彷彿正式進入野溪溫泉的探險之路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呢 終於抵達西邊了 然後呢我要來介紹一下我這次的夥伴們 好 第一位呢 大概就是我的小莫 小莫已經不用多說了 我們介紹一些 所以這次要跟我們來馬林溫泉的新朋友 好 這個是Win 然後旁邊也是林川 哈囉大家好 嗨 嗨 然後呢 這一個是Anna 哈囉 然後呢Lily 嗨我是Lily 然後呢 泡貓咪 嗨 哈囉 好 然後再來是小杜 嗨 好啦我已經介紹完這次的夥伴了 那我們就正式出發吧 GO 馬林溫泉位在谷光溫泉區大甲溪上游 這裡沿途的風景非常漂亮 清澈的溪水 翠綠的山卵 交織成一幅室外桃源的景象 我們沿途要橫越好幾隻溪水 穿越大大小小的石頭 最終才能抵達馬林溫泉 此次預先查詢大甲溪上游發電廠是否洩轟 以及現場觀察水位 就會是一個比較謹慎的做法 各位現在前端這邊呢 就是會開始走在這種溪床的石頭上面 然後呢 因為它的溪水旁邊呢 其實就是 有會分很多島 所以等一下開始 不然就會一直有土溪的這個需求 然後呢 它下面的青苔也非常多 也會非常滑 所以大家走的時候就要非常小心 好那我們就繼續前進 哇塞 Lily這種放法是怎樣 這個手機量 最穩的手機支架 還可以當第一人稱視角 OK 聰明嗎 大家學起來 學起來 我們到了第一個比較困難的渡溪點 所以這邊可能 這邊比較深 但好像真的是應該 應該是要走上市那邊 下面已經有魚了 你 可以去踩嗎 對然後你腳踩 踩上去卡穩了再走 我們一群人小心翼翼的穿越溪水 在小莫的帶領下 大家都安全通過 大約在走一小時左右 我們來到了第一個景點 廢棄的大甲溪發電廠吊橋遺址 各位我們到了馬林 很神奇就 這裡可能以前是一個橋還是什麼 然後斷掉 然後才留下這樣子的一個遺址 大甲溪五關發電廠建於1960年代 當年這座吊橋就遺立在這裡40餘年 然而 從前被佔譽為 人定勝天的地下電廠 與中橫公路 在1999年921大地震的影響下 大甲溪兩岸崩塌嚴重 玉雨變成土石流 至山坡沖下 大量淤石堆積在河床 2000年6月 一陣豪雨 河床身高8公尺 達到海拔762公尺 又再過一年 2001年7月 陶磁颱風來襲 河床再度 高至18公尺 為海拔772公尺 與既有廠房通道 洞口幾乎同高 地下廠房全部淹在水中 8片電設備嚴重受損 無法發電 2004年7月2號 敏都立颱風 帶來旺盛西南汽流 引發洪災 河床皺增為30公尺 海拔784公尺 直接把廠房洞口 淹落在河床沙石堆中 無法進出 至此 這座吊橋就成了 很精緻的模樣了 各位我們 早上還是大晏天 但身為一個晴男呢 只要一出來就是 大晴天 我跟妳講 我們胖貓咪是最佳打歌手 我們最近都一直瘋狂的在聽盧莉莉的歌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來自己說一下妳的 盧莉莉那個人該是我 等一下超好聽 哇 為什麼不是她的意思 如果想替圓滿的話 記得YouTube搜尋一下 我是盜版的 搜尋一下阿倫命令喔 我是盜版的喔 妳的cover都不是喔 妳搜尋你的Vlogger叫什麼 胖貓咪的奇幻旅程 像我現在就在奇幻旅程 真的很奇幻耶 那Win的呢 我們要接上了 I should win F-Y-N-N 底線Travel Girl 好像很長耶 好 可以可以可以 請問哪一個 哪一段最 妳會比較覺得當背景音樂 現在嗎 對 Pray for me吧 Pray for me Pray for me Pray for me 現在都還沒有到需要 Pray的地步吧 誒 誒 假裝很 有安心 沒有很深的水 距離後 請記得 超貓咪你還好嗎? 還好嗎? 你還好嗎? 今天是第一位 摔了 摔了 有跌倒就有拍 好啦,有沒有痴,有沒有怎樣? 沒有,我要起來喔 好,小心 在整個馬輪的路上其實很多都是 你可以沿著西邊走也可以沿著山壁走 但通常山壁的走的路我覺得比較好走 不過現在我們要下去了 這旁邊的話就是有一些碎石坡 像這種地方就是有可能會有些落石 偶爾會砸下來 還是要快速通過 如莉莉野溪溫泉精選 我現在整路我們都已經被這些歌洗腦了 身為一個歌手邊爬不唱歌 我就有點失誤 秀一下吧 邊爬邊唱歌秀一下 欸這可以 這很好被說亮耶 對啊 你宇宙在這裡 OK耶 但和他在一起 溫柔一如往昔 我只能笑著問你 歌手的尊嚴 還好嗎最近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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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有嗎有日後有沒有 如何莫莫隊長 我們真的小就小 四個小時意念 有到 加油 可以嗎?Win 可以 除了有點熱 好想要泡沉水 是齁 泡媽咪如何? 喔!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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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如何? 好棒喔 很棒嗎? 真的喔 還不夠還不夠 繼續走繼續走 好繼續走 運動夠了今天 我們今天要好好泡溫泉 好沒錯 泡給他死 讚!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都知道了嗎? 到了到了 就在那個凹縫那邊就是 Oh my god 我就知道 我也就在前面了 到了Lily 終於到了 我要暴躁 我要吃飯 沙營休息 這邊已經砸了好幾罩 然後 那上面不知道有沒有砸 走了約四個多小時 我們在午後 抵達營地 因為離溫泉最近的營味有落實風險 對面的位置又已經滿臟 所以我們一行人 領皮疆土 在旁邊圍起小小的一圈 紮飲吃午餐 一群人 就這樣輕鬆協議的開火啦 好 好了 喔對有你們的超大猛烈包 對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哇 這是我們的午晨 這首歌很厲害 雪浪粉飛 嘿 你要下面了嗎 好 沒有在那一邊 欸有聲音耶 有聲音喔 欸有耶 它正在崩欸 正在崩欸 好刺激喔 哇靠 那邊是泡溫泉的地方嗎 不是不是 那是那個 那前面 正在崩 各位我們現在呢 後面呢 發生了落實的事件 在很遙遠的地方 然後我剛剛已經拍到了 這就證明了 這邊其實都還是要小心 因為它的 旁邊的山壁的掩體 可能都不是那麼的穩固 四點半 快五點吧 然後 因為 這次不是包叉 所以那邊滿多人 然後我們想說 呃 吃飯前 因為我們午餐吃比較晚 我們想說 現在先去泡一下 剛好現在 天也還亮 去小泡一下 準備出發 各位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一組 就是 消失了 然後我們要來泡 哇 是不是很燙 這溫度很讚耶 很燙嗎 你只要踩到 你踩到的話 就這樣 很燙 這邊 好爽 會燙嗎 好燙 好燙 這就是天人的胸口 啦 我們其實應該剛剛 為您的那個倒露 加油 我想使用瓶蓋 好燙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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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噢 天啊 真的 真的 又進來 危險 好舒服 很享受耶 超享受 這是你第一次的演習溫泉嗎 第二次 第二次的 哇 讚讚讚讚讚 七三八度左右 很舒服很舒服 我還要拍丁場 好好笑 ´啊 好舒服 哈哈哈哈 你知道你們兩個人嗎? 好舒服 好舒服 再一個再一個 好舒服 我們幾個人在吃飽飯後的午後 就這樣嘻嘻哈哈的 在溫泉池中度過這個下午 然而有了林川導演的開頭 我們竟然不知不覺演變成了 九池漏靈的馬鈴AV帝王拍片現場 非常好笑 對我現在有些九池漏靈的畫面要出現了 哈囉大家我是元棠 提到安全就不得不提到登山安全 以及廣路安全 在我們出發登山前 我們總是會做好各種準備 包括攜帶適當的登山裝備 計畫路線 熟悉天氣狀況等等 同樣的當我們上網時 我們也需要做好相應的準備 以確保我們的網路安全 而其中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VPN 那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紹 Surfsharp VPN 如果你對VPN不熟悉 讓我來簡單的向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VPN VPN代表虛擬私人網路 是一種可以保護我們網路隱私以及安全的工具 當你連接到一個VPN伺服器時 你的網路流量會被加密 從而保護你的網路活動 免於被駭客或黑客的侵襲 而元棠在這邊 鄭重向大家推薦 Surfsharp VPN Surfsharp VPN是一個快速、安全、可靠的VPN服務器 他們有超過3200個服務器遍布在全球 有嚴格的無記錄政策 不會被追蹤、收集或分享您的個資 除此之外 Surfsharp VPN還可以繞過地理限制 讓你可以訪問全球各地的網站和應用程式 如果你對Surfsharp VPN有興趣的話 當你點擊我的專屬連結並使用優惠碼時 你可以獲得1.7折的優惠 這意味著你可以省下高達83%的備用 此外 如果你選擇他們的兩名方案 你還可以獲得3個月的免費使用時間 最後 如果你在30天內不滿意他們的服務 他們還提供全額退款的保證 對了 偷偷分享一個重點 在Surfsharp VPN 一個帳號可以在無線裝置上使用 是不是划算呢? 準備Action 倒酒磨洞磨洞 磨洞磨洞 很多男生都夢寐以求的畫面 白盒是什麼 白盒就是女女 女女A片 哇 白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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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太多了 不是這樣的行為好奇怪喔 可穿 抽男生的行為 抽男生的行為 各位千萬不要誤會 不是每一個野西溫泉都會下來 對不對 我們是蠢炮 我跟小豬在那邊蠢炮 蠢炮 好快喔 沒關係 各位我現在呢 要來點上我們的氣氛燈了 登 OK 完成 好我們要開始煮晚餐了 好可愛喔 我現在要非常有氣氛的來 進行我們的晚餐了 然後要來煮火鍋 還是先不煮 沒有啊 有讓水喔 沒有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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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把大家的杯子拿出來 等一下喔 分一下分一下 好像杯子不夠大 然後再來加入 再來加入 漂亮 三十八 看你要喝多少 好香的 好香的 就變成杯熱高粱了 好香的 好香喔 好香喔 紅湯下肚 在這夜色之中 我們把心 徹底炒開 把自己 放逐在最原始的大自然中 然後 好好享受 這一夜晚 就好有不做 來有很多 照花 好 Nah 你好 廫啊 你看到嗎 他說 哈哈哈哈 我好像不活了一般 你不要自己開頭燈好不好 啊這真的是他的水 你不要開頭燈啦 你不要開頭燈 這動作很像叫他MV 你不要開頭燈 我真的還這麼厲害 你不要開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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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開頭燈 我要鎖鞋 高粱會鎖喉 哈哈哈哈哈哈 每個鎮下秋冬 我想如果我敲得放一邊 這邊有那種粉絲 哈哈哈哈 有有有有 紫色的 這才有Vu啦 有有有有 還有水蒸氣 水蒸氣 哇 水蒸氣 學的同學們 要小姐給我 哇 哇 啊 哪個人該是我 如果我不那麼愛保 如果我不那麼愛保 如果我提了你多一些 如果我不那么順暖 macaroni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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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的酒唱看起來很像 哈哈 nominated lil nossa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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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叔的同學 啊啊啊啊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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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聽起來很像變成那種馬鈴尾牙 對 你不是這個董事長 真的 沒有理解 眼角睡在了你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怎麼自知夜店 怎麼很厲害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你這個才是真的沒有 哈哈哈哈 手會死 這是在夜店冷靜的情侶 夜店冷靜的情侶 在包廂裡面 有些喇雞的情侶 偷喇 大家早安 現在時間是八點半 我跟莫都起床了 是一個超級舒服的早晨 因為我們夜宇就是這樣睡到自然醒 現在外面就是殘殘吸水 沒錯 就是要大自然紀念起床 沒錯 那等一下我要出去煮早餐 然後 看看時間夠不夠 我們再去泡個野溪溫泉之後 就可以結束今天的行程了 好 先吃飽再說 好啦 沒有一切 有錢 środ聖匪 一堆 還有 這個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 你不太烦,你不能 När 你不能把 foreign喝 你 disturbance我一 plugged 你冷靜的你 他羊羊, 你冷靜的你 你冷靜的, 流暗 你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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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暗 我暗 我們要我綁一下 好舒服 你把燙水都弄過來了 很好啊 各位我們現在在馬林的這個岩地下面泡艙 NICE 好舒服的 NICE NICE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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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完了 我又來到這個位置 這裡是溫溫冷冷的很舒服 身不見你的血 太冷的感覺 沒有沒有不見人 是溫的這個 來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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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溫的啊 有溫的 對啊 溫的 溫的 很溫 冷熱 就是有一種 一冷一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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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感覺 冷熱 啊你現在把你的腳近殼的往裡面省 近殼的 手機先放這邊 很強迫人家的 手機在這邊 會很深 會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會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可以 是下面是有洞嗎 對啊你進去去 進殼的往下深 欸你很趕欸 你不會害怕欸 我還沒碰到欸 魔洞 我再下去我頭這樣沒了欸 魔洞 我怎麼碰不到欸 是不是很深 很深欸 很深欸 好像有洞穴可以游過去 對啊 滑滑的 滑滑的 而且裡面軟軟的 就是這個上面這邊是 輕開的感覺 滑滑的 好生氣喔 好痛 我就說很好玩吧 有一種很奇怪的 有胖胖的 就是它這樣子 碰到這裡而已 我跟你講 我晚上來的時候 然後更恐怖 因為你會 晚上來的時候就 欸這裡怎麼那麼多蛋花 因為這邊的底其實也是熱的 然後那邊是 只是有危險 所以那邊很熱 那因為這邊沒有危險 所以就是 它溫溫冷冷的 溫溫冷冷的 超神奇 M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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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oi Sukoi是怎麼啊 不好意思 Sukoi Sukoi Hoto 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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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нихributes Hoto 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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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cken idle Hoto Nii Hoto Nii 跟您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馬鈴石 它在這邊是經過大概 在今年雷月的每天都泡在溫泉裡面 所以呢這顆其實只要1300真的很便宜 因為它是最遠手 而且你看它的那個叫什麼 紋理 沒有沒有那個金工 我考試考不好有用嗎 有有有你撥一撥你不撥腦袋 就通了 哎呦 這一顆也是它剛從裡面拿起來 這顆只要2500 差那麼遠差那麼遠 有什麼強度的差別 有有有 曬媽靈驕賣姐 這一顆是嗎 想要變大就用這個 想要變大 來來來來 這顆這顆 小度示範 示範一下 哇這個 這價值就肥了 這個不行這個不要點肥 我先說我預算六千啦 這牙箱寶 這不行啦 但如果兩萬塊可以 我預算六千啦 不行 緊繃六千八 緊繃六千介紹一個 緊繃六千八 你看它的紋路 紋路 我們今天要寶石墊定家 你看這紋路這樣子 我跟你說這個一看就知道 這絕對是珍寶 好啦七千三我極限啦 我今天現金就七千三 我平常沒有在賣的耶 而且那個 我阿嬤撿到了 他說沒有一萬五 他不能賣 七千三我整年飯錢耶 沒有一萬 不可以 你說美金嗎 可以可以 少廢話我說歐元 我現在真的非常舒服 我覺得泡溫泉就是這樣子 跟一群好朋友們來 然後舒舒服的放著音樂 然後大家拍拍照 就非常舒服 看 等一下各位觀眾 他一直要進去那個洞裡面 不是 伸不見底的洞 我不喜歡進洞裡啊 哈哈哈 你要一直伸 把腳伸到最底啊 不會 待會沒有一隻叫 不會啦 而且它洞在哪 我看不到 你就要一直伸進去啊 而且你要感覺裡面是溫的 裡面是溫的 很酷 我只想要讓大家體驗一下 大洞還小洞 很深的洞 欸 欸好奇怪喔 你很慢耶 你的腳都還看得到 很深 我以為我進去咧 還沒啦 我以為我進去 你還在洞口 就是要進去了 哈哈哈哈 我以為我進去洞裡面了 有啦 剛剛不明頭 都抵到那邊 都沒進去了 屁啦 你要看你的腳 能不能碰到最底 好恐怖喔 是不是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好恐怖 很怕裡面有人把你抓進去對不對 啊 進去了 輕鬚一點啦 輕鬚一點 快點啦 啊 哈哈哈哈 你幹嘛 快點 你剛剛真的痛碰我的腳 我真的把你碰到 你很欠耶 快點 你進到最深看看 你看有沒有碰到底啊 到底沒有鯊魚 不會 還是沒有鱷魚 今天沒有鱷魚 啊 123 結束了 好弱喔 你要體驗他身到的 那你先啊你先 OK 好你幫我拍我 跟大家介紹這邊這個洞真的很深 好 我身為一個一百八塊 我的腳已經伸到最底了 欸可以耶 完全 還可以最底 不行了 來你進去 真的我進不去 哇 畫到底了畫到底 真的畫到底了 各位 目前全台灣唯一個碰到底的人 就是圓堂本人了 對我已經讓馬鈴 碰到馬鈴 你已經碰到馬鈴的底了 好怪喔 真的真的真的 你試試看 你幾公分來著 我一百七十九 這麼大 倒成一百百 什麼 喔唷 喔唷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我碰不到欸 因為我才168 你試試看 對你試試看 你真的有碰到底嗎 欸有欸有欸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對不對是不是 我碰不到 我碰不到 來來來來 體驗完了啦 其實它裡面應該 是 對啦有底 所以不會有 欸我快到了我快到了 真的嗎 哇你還潛水力去碰 太猛了 我想要碰底看看 它可以防水嗎 防水嗎 你下去跟我一起 看我的男朋友 你要下去喔 好可以啊可以啊 好來喔 我要跟各位見證 我整個人都埋到裡面 好哇塞 3 他瘋他整個下去了 他還沒喝欸 欸我真的碰到了欸 對啊 蛤 要殺桿喔 哇我剛剛碰到了各位 怎麼樣感覺如何 我是全台灣 剛剛第二個碰到馬鈴我全地的人 唯一全台灣第一女性 第一女性 恭喜你完成這個任務 各位 女力 女力 讚 馬鈴就在我們的後面 然後 大概走了 大概兩三公尺吧 就會馬上到另外一池 然後這一池的話 我覺得也很棒 溫度也很棒 只是就是 它就是 因為它是流水的 你看 欸非常的清澈 這個 之前泡的幾個溫泉都 有的都蠻佐的 因為很多人泡 但是 因為 這個溫泉池是流動的 它的水從那邊這樣子進來之後 又從這邊再流出去 所以剛好經過一個加熱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很好泡的地方 我覺得這一池也很棒 然後大家通常有時候炸在上面 但因為最近有落石 所以 那上面就比較沒有人在炸 好 趕快回去吧 馬鈴溫泉 絕對是我最愛的野溪溫泉之一啦 第二次造訪的我 跟著這群好朋友 又一次的留下許多美好回憶 這裡有網路 有兩大池的溫泉 殘殘吸水以及美麗的景色 這裡彷彿有一種魔力 泡在溫泉裡就不想離開 待在這裡就不想走了 我是元堂 這是我在馬鈴溫泉的故事 那下一次元堂又要混哪裡呢? 沉睡在深夜的重路 像紙面時光也白途 在黑暗中慢慢被窺 談一句一道 沉睡在深夜的重路 危險情擾不如動物 分泌那溫暖的雄心激素 What can I do? 不能俗成一團在這不安領土 他們的夜 旁觀的夜 草叢被滅 一瞬間我覺得 好 像了沉溺 直言開始磨弱 換回覆矩後 我不是 聽話的還能飛 我印尼眼神 乾坤 上 Parece Super 這裡有遇到 哈哈哈哈哈 是一位圓堂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 按讚加分享唷 圓堂混哪裏 我們下次見 掰掰